第五百四十一集 冯继和沈佩一向被袁潭所记恨 新平郭图则拥护袁潭 而跟冯继沈佩有矛盾 等到袁绍死后 众人都认为袁潭是长子 打算拥立他来继承袁绍 沈佩等人恐怕袁潭掌权之后 会受到新平等人的报复 就假传袁绍的一命 遵奉袁尚做袁绍的继承人 袁潭自青州赶来奔丧 不能接替附近的职位 就自称车骑将军驻军黎阳 袁尚拨给袁潭很少一部分兵力 而让冯继去跟随他 袁潭请求再增加兵力 沈佩等人审议后予以拒绝 袁潭大怒杀死冯细 秋季九月曹操渡过黄河进攻袁潭 袁潭向袁尚求救 袁尚留沈佩守夜城 亲自率军去救袁潭与曹操对抗 两军交战数次 袁潭袁尚连续失败 只好退守迎战 袁尚派遣他所委任的 河东郡太守郭元 跟高干匈奴南缠鱼一起 进攻河东郡 袁尚又派使者到关中去 跟马腾等将领们联合共同起兵 马腾等都暗中答应 郭元率军进攻 一路所经过的县城都被攻下或者归降 河东郡官员贾奎守卫将县 郭元猛攻不止 城将陷落的时候 城中父老跟郭元约定 不杀害贾奎 他们就投降 郭元答应了 郭元想让贾奎做他的将领 用武力相胁迫 贾奎毫不动摇 左右的人拉贾奎的衣服 让他磕头 贾奎历声呵斥说 哪有国家官员向贼人叩头的道理 郭元大怒就要杀死贾奎 有人扶在贾奎身上来保护他 将县的官民们听说要杀死贾奎 都登上城墙高声喊道 如果被弃誓言杀害我们的好长官 宁可大家一起拼死 于是郭元把贾奎抽到湖关 关在地窖内用车轮盖住洞口 贾奎对看守门说 这里面难道就没有一个英雄好汉 而让义士死在地窖里吗 有一个叫祝公道的壮士 正好听到贾奎的话 就在夜里面去把贾奎偷偷救出来 打开刑具放贾奎逃走 没有讲述自己的姓名 曹操派私立校尉中瑶在平阳包围南匈奴蝉鱼 没能攻陷 而对方援军已经到达 中瑶派新封县令冯一仁张继劝说马腾 为他分析厉害 马腾听了之后犹豫不决 部下将领复干对马腾说 古人说过 顺德者昌 逆德者亡 曹操尊奉天子 平定暴乱 法纪严谨 政治清明 上下听从命令 可以称为顺德 元氏家族 依仗势力强大 犯上作乱 勾结匈奴来侵略中国 可以称为逆德 如今将军既已遵奉朝廷 却又暗中骑墙 想做官成败 我恐怕 等到成败定下来的时候 曹操奉旨问罪征讨 将军第一个被杀 马腾听后十分恐惧 傅干成姬建议说 明智的人能转祸为福 如今曹操跟元氏家族相持不下 而高干郭元 合力进攻何东郡 曹操虽然有万全之计 也没有办法挽救何东郡的危局 将军假如能在此危机关头 领军征讨过远内外夹击 必能成功 将军之以举动 既斩断元氏家族的臂膀 又解救了何东郡的危机 曹操必然深深感谢将军 将军的功名将无人能够相比 于是马腾派 马腾派儿子马超率军一万余人 跟中瑶会合 起初将领们看到郭元 声势强盛 想放弃平原离去 中瑶说 元氏的势力正强 郭元这次来 关中的势力暗中跟他相勾结 他们所以没有全部背叛朝廷 只因为顾虑我的威名罢了 如果弃平阳而离去 向郭元示弱 则各地的百姓都会成为敌人 即使我想回去 又怎么能退得回去呢 这是为作战而先自败退呀 而且郭元刚毕好胜 必然看不起我军 如果他渡过坟河来扎营 趁他没渡完的时候 我们突然袭击 可获大胜 郭元到达之后 果然直接前行渡河 部下纷纷劝阻 但郭元不听 当他部下渡到没有一半的时候 中瑶率军猛击 大破郭元 战斗结束后 中瑶部下诸将都说 郭元已经被杀死 但呢 又没有找到郭元的人头 郭元是中瑶的外甥 后来 马超部下的校尉 南安人庞德 从装弓箭的袋子中 取出一个人头 中瑶见到后就哭了 原来那正是郭元的人头 庞德向中瑶道歉 中瑶说 郭元虽是我的外甥 但他是背叛朝廷的逆贼 你有什么可道歉的呢 南匈奴缠鱼看到援军一败 便投降了 刘表派刘备向北进攻 到达夜县 曹操派夏侯 于晋等前去抵挡 刘备突然放火烧自己的军营 向后撤退 夏侯等率军追赶 毕将军 据路人李典说 刘备无故撤退 我怀疑定有埋伏 南边道路狭窄 草木深密 不能追赶 夏侯等 不听 命令李典留守 而自己领兵追赶 果然陷入埋伏 大败 李典率军援救 刘备这才撤军 曹操下发公文 要孙权派自己的弟弟或者儿子来朝廷做官 孙权召集众官员进行会商 张绍秦宗等人犹豫不决 孙权领周瑜来见自己的母亲吴夫人 在他面前做最后的决定 周瑜说 从前 楚国开始受封于周朝的时候 统治的区域方圆不过一百里 后继的国军贤明能干 开疆拓土 遂占有荆州和扬州 王爷相传延续 达九百多年 如今将军承袭父兄的基业 拥有六军的地盘和人力 兵精良足 将士听命 上山开采铜矿 沿海炼制食盐 境内复数人心安定 有什么压力 是咱们要送出人质啊 人质一送去 就不能不跟曹操紧密联系 既然紧密联系 那么朝廷下令征兆的时候 就不能不前往 这样就会被人所控制 最多不过是得一个猴印 十几个蒲冲 几辆车几匹马而已 难道跟南向南面 而称寡道姑相同吗 不如不送人质 慢慢观察事态变化 如果曹操真能以君臣大义来治理天下 将军再侍奉他也不晚 如果他图谋不轨 反上作乱 他就自己都顾不上 又怎么能害人呢 吴夫人对孙权说 周瑜说得很对 他跟你哥哥孙策童年 只小一个月 我把他看作自己的儿子 你要当作哥哥来尊敬他 因此决定不送人质 他就已经换成要继续了 业 他把他继续了 那个 业